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电影《捉奸侦探》又叫做《等待出轨的男人》 相比来说 第二个名字就很直白了 本来是本着看八卦的心理看的电影 结果发现电影讲述的还真的是一个悬疑故事 因为这个侦探捉奸不成 自己倒成了杀人的嫌疑犯 故事一开头 业余时间做侦探行当的警察江善宇接受了委托 委托人说要调查自己丈夫出轨的事 看似是普通的出轨事件 结果和委托人喝着酒 就酒喉乱性了 酒里其实是有迷奥的 到这里还没什么 但是一觉醒来 委托人竟然死了 这个设定不错 没有套路 这里所谓的委托人也不是委托人 让他捉奸的所谓的丈夫也死了 他和秀珍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关系侧综复杂不说 监控也早就被人破坏 很明显的这就是一个局 这个局想要设计的 三就是咱们的男主角江善宇 为了不成为犯罪嫌疑人找出真凶 江善宇私自处理了尸体 电影的女主角秀珍是一个雪街美人 看过电影后才知道 幕后的最大boss就是他 但是他前妻一直都是以柔弱的形象示人 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 让男主江善宇同情他 甚至无时无刻诱惑男主 想要得到他的爱和顺从 却一直没有成功 而秀珍的老公就是一个变态 通奸不说 还绑着自己的老婆 让他看到自己和别的女人行苟且之事 有着非同常人的癖好 有钱有事 还伤害女主的身体 作为一个妻子 秀珍不能忍受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也知道这样的一个人 他没有能力直接和他抗衡 他想要报复 也希望能够得到足够的补偿 于是他选择让别人替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男主江善宇一开始也只是一枚棋子 但是在和这个棋子的相处中 秀珍对他产生了好感 杀手最终被击毙 应该也在秀珍的掌控之中 却因为他对江善宇的好感 最后放了他一马 自己拿着钱到了国外生活 所以整部电影 秀珍才是最大的赢家 江善宇有心无险 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人 但是面对诱惑最终还是扛住了 女主美艳机智充满了诱惑力 面对这样巨大的诱惑 她还是没有答应去国外和秀珍一起生活 因为她最爱的还是她的妻子 这些为了提升 倒是让男主的形象高大了很多 至少博得了很多女性观众的好感 现在的世界很浮躁 整个的电影故事都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呈现 虽然披着侦探的外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自己的内心事件 惶恐的恍惚的充满欲望的 在这主的过程中不断的遇到所爱 可怕的事情 在这些欲望放大化后很容易产生出来 女主的人物在不同阶段展示了不同的状态 一点点表露出最真实的自我 演技还是很有层次感的 这部分的演绎也确实让电影更加精彩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